台南歸人一出民宅 遭人朝铁门连开了17枪 枪手犯之后带着改造冲锋枪 赤士手枪还有上百发的子弹投案 原来这名枪手外传是赌场角头 专门帮人求债 枪击地点是歸人当地角头住处间工厂 疑似因为千万债务 他居中协调 结果遭到对方呛瞎才会开枪协份 警方来到民宅不敢大意 因为台南这处民宅遭人连开17枪 没想到枪击案发生后 被害人却说没这件事 反而是枪手带着枪弹自行投案 原来这名枪手绰号红中 外传是赌场角头专门帮人求债 枪击地点是歸人当地角头住处间工厂 疑似卷入高达3000万债务纠纷 他居中协调却遭对方呛声 一气之下清晨前往扫射17枪 犯案后还直接带着改造冲锋枪 致使手枪上百发子弹投案 被告因与他人纠纷而前往开枪 在纠纷未解决前 仍有再次前往寻求开枪之可能 有事实族人有反复实施同意犯罪之余 经法官于6月5日上午才定予以积压 悬在清晨犯案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先前才有水产行遭人连开25枪 短短两天又发生桥在桥到 公卿便市主开枪泄愤 向极安平传也让警方绷紧神经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